11月27日下午 林志玲微博晒出羽翼男子合影照 照片中男子浓眉笑眼 穿西服衬衫 松扎领带十分帅气 林志玲则扎着白色刷巾 甜精淡雅 志玲姐姐还和该男子一起甜蜜微笑 林志玲还配文 这样的一天刚刚好 看起来两人竟然有几分相像 有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猜测 林志玲公开新恋情了 但也有眼尖的网友看出来 这其实是林志玲的亲哥哥林志玲 并感叹林家经营太好 哥哥帅气 妹妹漂亮 举悉林志玲年长林志玲一岁 现在在台湾帮助父亲 经营林家公司 林志玲虽然日前传出跟颜沉旭复合 又报被C信富商追求 但都没正面回应 感情世界让外界雾里看花 随着两名黄金圣女林心如 与书席陆续出嫁 她的感情归属再度成为外界关注销点 女星林志玲已迈入不惑之年 她平时态度优荣大方 面对婚姻恋情似乎都很豁达 但日前她接受访谈时 聊起爱情却情绪崩溃 忍不住泪洒现场 自也遇到嫁不出去的中年危机 1974年出生的林志玲 今年已经43岁了 如此高龄还没结婚 在娱乐圈中也算是罕友了 但是真的是很奇怪 林志玲可谓是一代宅男女神 更是被评为台湾第一美女 如此优秀的条件却找不到对象 这真是匪夷所思 在很多综艺节目中 林志玲都向大家讲述了 她现在没对象的苦恼 这么大的年龄 她对婚姻充满了渴望 甚至她自爆 如今竟然都没人追她 很多网友对她的这一言论表示质疑 这样的条件还没人追 这是在开玩笑吗 还有人直接称她矫情 做做 那么林志玲找不到对象 到底是真是假呢 其实要说没人追这是假的 但是她结婚很难 这倒是真的 林志玲跟严晨旭曾有过一段感情 前段时间传出两人一次和好的传闻 但是实际上 林志玲的心中含有严晨旭 这的确是真的 只不过两人都知道 他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 如今林志玲已经43岁 虽然保养的好 但是对于一般的男人来说 的确都很难接受女人这么大的年龄 而且林志玲的确是很美 外界一直将其分为女神很多年 这也让很多优秀的男子 失去了追她的勇气 其实林志玲本来就是很普通 无论怎样都是人 都会有七情六欲 又会有哪一点特殊呢 无论是阿江还是林志玲 其实他们的身边都不乏追求者 但是一来可能是缘分问题 二来也是现实问题 让他们如今都没有找到 合适的人去共住爱潮 不过爱情总是会来 只不过过早后晚 当遇到了合适的人 还是希望他们能真的抓住机会